酒精可以消毒殺菌 那含有酒精成分的保養品 到底好不好呢 哈嘍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前一陣子大家都在買酒精 囤貨酒精 酒精其實在肌膚保養上 是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今天我請到三位專家 一起來告訴我們 到底酒精對皮膚保養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人一聽到酒精這個成分 馬上眉頭就走起來 就會覺得 感覺上似乎這是一個很刺激 很不好的成分 酒精會讓皮膚變得更加的乾燥 因為它揮發的時候 會把水分帶走 那另外呢 酒精它的滲透性強 所以會破壞我們的角質層 那這方面的情形之下呢 就會讓我們皮膚的這個屏障 會慢慢的受到傷害 受到損失 所以長久使用下來呢 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敏感性肌膚 或讓肌膚過敏更加的脆弱 那所以我們針對 如果說是你是比較偏乾性 敏感性的肌膚 的確要非常注意酒精這個成分 酒精對皮膚好不好 這個問題非常的有趣 因為其實我們完全是要看個人的膚質而定 比如說您的膚質如果比較敏感的話 在使用酒精上就要特別的注意 假如您的肌膚是屬於比較油性 或是偏混合性的肌膚的話 那適當的使用酒精 其實是可以清潔這些老廢的角質 還有代謝您皮膚上多餘的這些油脂 那這個酒精呢還可以幫助我們 把保養品裡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 帶到皮膚裡面去 那在使用上也會有一些清涼清爽的感覺 所以在適度的使用 不要太高濃度的狀況下 其實對您的皮膚是會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酒精在很多的保養品裡面其實都存在的 包括化妝水 因為化妝水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水 那當你在拍打化妝水的時候 它不容易乾 因為水太多了嘛 所以酒精在裡面可以當一些 揮發或者殺菌消毒的這樣的一個成分在 那其實老師要告訴大家 彩妝也很多配方都會放酒精 為什麼呢 你會常發覺有一些 欸 shake shake 那種防曬液或者粉底液裡面 塑膠瓶有小珠子的時候呢 那它一定會加入大量的酒精 為什麼呢 因為它像液體 然後它揮發很快很清爽 那這樣的產品也一定會放酒精 那還有不沾杯的唇蜜 然後呢 就是快乾的睫毛膏 那這些產品一定都會放酒精 所以你說酒精對皮膚的保養到底好不好 我只能告訴大家 很多產品都需要它 為什麼 當需要揮發快 然後讓你清爽 然後讓你不黏膩的時候 然後就需要酒精 75%的酒精跟美容用的酒精 有什麼不同嗎 而且到底它們來自於哪裡 是天然的還是人工合成呢 那因為酒精的原料是糖 但是糖來作為酒精的原料 這個成本太高了 那在商業上也很難有競爭力 所以呢 製作糖的生產過程中 是經過甘蔗之壓榨之後呢 經過過濾 然後熬煮然後分離 等多項的一些步驟 才能夠製造出出糖跟白糖 可是拿白糖來做酒精 真的是太浪費了 那酒精到底怎麼做的呢 酒精是用糖蜜來做原料 那糖蜜又怎麼來呢 糖蜜是在製造糖的過程中的一個副產品 所以呢 成品就大大的降低 那甘蔗之無法結晶成砂糖的部分 就是糖蜜 那糖蜜它當然還是富含有蠻多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拿來做發酵酒精就非常的好用 所以酒精怎麼來 酒精當然是天然 然後用砂糖的副產物糖蜜去發酵做出來的 保養品大家所認知所添加這個酒精呢 一般人認為是乙醇對不對 那其實乙醇呢 添加在護膚保養品裡面呢 其實有特別的根據法律有變更過 叫做變性乙醇或叫變性酒精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呢 就是有擔心有一些酗酒的人 他可能會把這個保養品當中這個酒精 也當酒喝把它喝掉了 所以呢 這個為了針對這些人 所以呢添加在護膚保養品當中這個酒精呢 要經過變性處理 也就是說喝起來呢 會變得非常難喝 變得很苦 管市面上標榜 這個酒精呢 是什麼天然的糖發酵啊 古物發酵出來的酒精啊 並不會因此變得比較溫和 所以呢 不管是什麼 只要是變性酒精 它就是酒精 那我們應該如何判斷 自己使用的保養品裡面 到底含不含有酒精 以及含量多少呢 如果酒精濃度 你都聞得到的話 那可能至少有5%以上 那如果你都聞不太到 那可能它濃度很低 好 那帶來的隱憂呢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網路 都認為酒精它可能是一個 導致過敏的一個原料 我要告訴大家喔 美國接觸性皮膚炎協會 每一年都會搬給一個過敏原的一個原料 那從2000年到今年2020年已經20年了 有沒有搬給過酒精為皮膚的過敏原呢 答案是沒有 它搬給香料 OK 大家都知道香料 那所以很多品牌都會強調 不添加香料 然後它也搬給染髮劑 PPD OK PPD 然後它也搬給MIMCI 常常說MIMCI這個防腐劑 是導致失疹的元凶 那當然2015年也搬給甲醛類的防腐劑 說它是一級自癌或會自癌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20年來美國接觸性皮膚炎 從來沒有搬過給酒精 所以你說酒精是真的會讓你很刺激嗎 那當然今天老師就教你瓶蓋打開 如果味道很濃的酒精味 那或許你的皮膚是抿弱性或者乾性 那你就必用 當你的皮膚已經有泛紅敏感刺激 或是刺氧熱痛這些狀況的情形的時候 是建議盡量不要使用這個酒精的保養品 因為它是代表你皮膚已經很脆弱了 在使用酒精它只會讓你的症狀更加的嚴重而已 一般我們消毒用的酒精濃度就是75% 是非常高濃度的酒精 甚至是可以燃燒起來的 那在一般保養品裡面添加的酒精 它的濃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今天我就來介紹市面上幾款非常暢銷 而且非常有名的化妝水 它其實裡面都含有酒精成分 那第一瓶我要介紹就是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倩碧的溫和潔膚水 這個倩碧應該是市面上最敢大聲標榜 自己含有酒精成分的化妝水了 那這瓶化妝水其實打開來 聞一聞的確就會有酒精的味道 那他們會覺得說他們用到的酒精 其實是美容用的酒精 非常的溫和 目的就是可以讓你幫你的角質層做溫和的代謝 所以呢就是在他們標榜使用的護膚三步驟的 洗完臉之後馬上用 那他們其實是建議啊 都要用這種就是這個好像在診所裡面 護士用的這個化妝棉球 就是你沾了這個溫和潔膚水之後啊 就是在肌膚上輕輕的擦拭 其實這樣透過這樣輕輕的擦拭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感覺到就是涼涼的 然後很好吸收 這個3號的溫和潔膚水啊 它裡面還有美容用的酒精跟精緣 那因為它其實是美容用的酒精 所以是不能夠消毒的只能抗菌 如果你容易長痘痘 它可以幫你做到很好的抗菌效果 你的痘痘就不容易長了 那另外因為它非常的清爽好吸收 所以它擦完之後啊 如果你之後要再擦保養品的話 它可以再順利幫助你做吸收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在夏天使用非常好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它的這個溫和的潔膚水都含有酒精成分 如果我真的不想用酒精怎麼辦 那它其實後來還有推出1.0號 它是完全不含酒精成分的 也可以幫助一些皮膚比較敏弱的人 做一個溫和角質的代謝 第二瓶就是這個阿魯比用的健康化妝水 大家都叫它健水 其實它已經成立40多年了 大家不曉得知不知道 它其實裡面也含有酒精成分 不過是非常非常微量的 也是屬於美容用酒精 那它們的這個美容用酒精的成分 其實是萃取自啤酒花 所以它最重要的功效 其實是可以幫你穩定膚況 而且因為它裡面呢 還有很多植物性的成分 所以啤酒花做成的這個酒精成分 它可以幫你穩定那些植物的一些萃取 而且讓這些植物更容易保存跟穩定 如果是日曬後有一些紅腫啊 發炎 它其實你可以敷著它 就有一點就是皮膚 就是有一點清涼鎮靜的效果 那對皮膚的保養 夏天真的是非常好 一樣它如果是有一些痘痘肌啊 或者是一些很容易出油的肌膚 其實擦這個健康化妝水 它也可以讓你的油脂分泌比較正常 讓你的皮膚不再油光滿面 第三瓶我要介紹也是就是 制炸保養界的這個高斯的藥用血基金 我記得之前啊 藥用血基金真的很紅 它的美白功效是真的很好 裡面也是用到了一些美容用的酒精成分 那它裡面用到的美容用酒精 其實重點是可以讓它裡面的 一些草本的植物配方 可以更安定更穩定的發揮作用 而且還有天然防腐的效果 因為藥用血基金最有名的 就是可以讓你的皮膚就是有美白的效果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啊 建議你是用輕拍的方式 可以讓這個保養的成分 就很容易的滲透吸收 那我剛剛這樣擦一下 我的這一隻手真的是 滿有清涼感的 所以呢 這個藥用血基金 真的也是三十幾年 這個屹立不搖的原因 再來啊 是這個白色瓶身的 POLA的一個美白的化妝水 我相信可能大家對POLA比較陌生 那其實POLA是日本的品牌 他們在日本做的一些肌膚保養的研究 也非常非常的先進 那這一瓶的這個美白化妝水 跟我剛介紹的化妝水的質地 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是屬於這種凝露的質地 可是一擦你看 馬上就變成透明的水液狀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 酒精在發揮它那個揮發的效果 那它擦完之後啊 皮膚也會有一點清涼的感覺 那裡面還有他們自己研發的一個美白的成分 所以擦完它之後你的皮膚也會有 就是比較亮白沒有斑點 最後一瓶這個綠色的NARU口的茶樹水啊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的痘痘粉刺 可以讓它比較不容易發生 因為它裡面還有0.2%的水洋酸的成分 所以就用酒精的成分 讓這個酸類的效果發揮得更好 那這一瓶也是可以幫助你那種夏天 如果你的皮脂有分泌太多的話 你擦上它 它就可以幫你達到很好的 油水平衡 那我自己覺得它這裡面啊 一打開來聞起來就是有點清涼的味道 因為它裡面也含有一些薄荷的成分 所以夏天使用也蠻好的 它一倒在我手上真的整個清涼感加分耶 然後擦在我整個手上也是非常的清爽 很好吸收 所以這一瓶也是非常適合夏季使用的化妝水 以上就是我介紹 含有微量的美容用酒精的化妝水 它們也都是非常的好口碑喔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頭髮保養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